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多久他就自杀了 这件事一直让海奇过意不去 他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要多管闲事 而没了工作的海奇 为了不让朋友看不起 还得硬着头皮跟他们聚餐 皮包里仅有的一点钱也都挥霍掉了 正当他处于人生的低谷时 一位叫叶明了的小哥哥出现了 他给海奇一颗药丸 这是他们公司最新研发的科技 只要吃下去就能回到17岁的模样 所有人都会忘记27岁的海奇 可药效只有一年 一年过去后 所有人也同样会忘记17岁的海奇 在第二天酒醒的时候 海奇他发现自己竟然变帅了 原来昨晚他喝醉后就不小心吃了药丸 而变成17岁的海奇 在叶明耀的安排下 来到一所高中捉擦半生 这一次他的内心发誓 自己一定不再多管闲事 既然变成了17岁 那就凑合的度过一年吧 可是他马上就发现 叶明耀竟然也在这所学校 显然这是在记录充满实验的过程 可一下子回到17岁多少有点不适应 海奇忘记的这是学校 于是带着香烟来到学校 而考试忘记代彼的海奇 就跟宁作苏拉有了关系 并且和班上追选的剑衣 以及半花末玉 都有了交集 看到这一幕的叶明尿定住海奇 一定不能告诉别人 自己是在实验过程 否则这个实验就会立即停止 而一个喜欢多管闲事 乐于猪人的人 你要让他安分可能吗 海奇在吃饭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苏拉往前贷钱 于是便很豪爽的借给他1000块 两人也因此开始有了更多的交集 所以海奇这时才得知 表面乖巧的苏拉 内心竟然是那么的自卑 她因为不顺言语 所以长这么大 一直没有一个好朋友 每个人都把她当成一个怪胎 就像我们读书的时候 明明一个人是那么的好 可就因为她性格内向 而往往会成为很多人严厉的异类 海奇告诉苏拉 要多笑 笑口常开 好彩 自然来 可一个笑龙度一个内心封闭多年的女孩来说 也许是一个挑战 自从听了海奇的话 苏拉就开始不断地对着别人绽放笑龙 她最想和斑花末运做朋友 可这个笑龙的末运 认为苏拉是在瞧不起自己 只因为苏拉成绩超过了她 年少时我们谁会喜欢嘲笑 不够成熟的心态 让很多人都有了包袱的心理 于是莫运就开始找机会想欺负一下苏拉 她将苏拉的书包给偷偷拿走 但这一幕就恰巧被海奇给看到了 在争执的过程中 两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 可让人在疑问世时 海奇又想起了当年那位自杀的女生 她突然醒悟 重返17岁是自己无意的 这一年一定别再多管闲事 可在临走前 她还是不甘心地对莫运说 害人其实等于害己 你那么努力那么优秀 为什么就不能用正规手段去超越他人 可墨运却哭了 她受不了被人歧视 赢了就赢了为什么要嘲讽 可苏拉真的是嘲讽她吗 许多表面看到的事情往往不一定是真的 为什么要自己去猜疑 而不是正面质问 并且没有人能永远学乱不外 你在努力的同时 别人也在努力 而努力的这段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可没想到从义务市走出来的海奇 去遇到了苏拉 她不知道为什么沐浴要偷大的书包 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 可爱奇并没有给她答案 因为很多事情 你需要自己去询问 去面对 很多事就是在不断猜疑 才无法解决 莫运直到这时 才知道苏拉的笑容是什么意思 那是她发自内心的笑容 不服输是眼睛人的标志 在输给他人后 对方一点点嗜好或者教育 往往都有可能理解为嘲讽 可只要说开 并且是真的发自内心 那终会有人理解 就像沐浴和苏拉 一伙人成为朋友后 正好有一场烟花会 所有人打算一起去玩 可唯独海奇一人待在家里 因为今天是能为女生的几日 内心的负罪感又再次出现 可当苏拉得知海奇并没有来时 她的内心感觉有点难受 于是从不会主动的苏拉 竟然发信息 要请海奇一起来玩 可没想到 就和上一秒还在悲哀 下一秒就皮甜皮甜的来找苏拉 于是老天爷就决定惩罚一下这个山边的男人 雨下得很大 让你压得看烟花 几个人决定在明年的今天 再来看一次烟花 可明年海奇 还能看到吗 她这沉闷的气场 一下子就感染了她人 于是剑衣冲到了大雨之中 然后转过头来面带笑容 对着梦云大声地说 我喜欢你 和我交往吧 这句话梦云不知道等了多久 青春的友情以及爱情就是这么的甜蜜 也许是因为淋雨的原因 海奇身体不舒服了 从不会照顾人的苏拉 竟然主动地来照顾她 她也在不知不觉中 喜欢上了这位男人 只是她也有苦衷 她知道两人根本没有未来 但在同学的眼里那就不一样了 墨运和剑衣 他们一直想错海奇和苏拉 可只有海奇自己也知道 她没有资格去爱 可喜欢一个人别在心里那种感受 不管到了几岁都是痛苦的 海奇也才27岁 这种痛苦她也无法承受 于是她还是鼓起勇气 跟苏拉告白 但得到的答案却是被拒绝 这一度让海奇想退出实验 因为这种感受实在太难受了 看着闷闷不乐的海奇 也明明要提出周末 想带她去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 就是那位自杀女生的母地 在他们祭拜完时 却遇到了女生的妹妹 也正因如此 海奇得知的女生是死于事故 并不是自杀 她不是因为海奇多管闲事 被开除而一觉不振 甚至她还很感谢海奇 一直以来的关系 多年来的心结终于在此时解开了 而海奇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 于是 她决定组织一场毕业聚会 所有人都很开心 但唯独苏拉 因为她的时间也不多了 她同样是一位吃了药的重生实验者 并且是吃了第二次的人 虽然服药者不会忘记重生的这段记忆 可苏拉和海奇都是服药者 他们什么都可以记住 但唯独记不住对方 也就是说 哪怕想在恢复后寻找对方都做不到 叶明亮很想帮助他们 可现在的技术真的无法做到 这个药的开发 是想让那些一事无成碌碌无微的人重新体验一下过去 借此 看能否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 可这些同学们都不知道 在毕业聚会结束后 他们打算再次错了两人 可这一次 他们真的将真情向对方流露出来 一年到了 海奇该回去了 这一年大概是她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刻 回到现实的海奇也明白自己该去做什么 她来到17岁就读了那时候高中 在这里她担了一名老师 并且她遇到了回到现实的苏拉 虽然两人都不记得彼此 但爱情却有一种魔力 会让两年的羁绊永久不断 这是日本版重返17岁 欧美的版本我并没有去看 因为这是某一少年想让我解说的 结果 我好像解说错了 很尴尬 重生一年回去读个高中 很多人会觉得简直浪费时间 因为你回来的时候已经28岁了 可你知道吗 在我们人生成长的道路 过去的梦想都变了 我们小时候口口声声说要做科学家 要做歌手 演员 可长大后就被这残酷的世界给不断的摧残 过去的那些梦想都忘记了 其实 不管27也好 又或者37也好 追逐梦想是任何人的权利 不忘初心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请点个关注 如果你有空的话 可以给我评论或者转发点个赞 好吗 感谢观看